孤舟都看了吗 我这个保密协议终于到时间了 我终于可以说了 这部剧我平心而论 抛开粉丝滤镜 我是张颂文的粉丝 这大家都知道 我觉得这部剧非常不错 我是刚刚看完了四集 有些内容不变透露 因为这个平台播的进度不一样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每一个人物都有自己完整的故事线 整个前面两集 这个故事编织就非常完整 如果你看完第四集 你就会发现大网越支越大 张颂文扮演的周知飞 他是处于几股势力的交织之间 但是他好像一直在运筹帷幄 从一开始这两集就给顾义忠 就是曾顺熙扮演顾义忠挖了个大坑 很多地方跟我们之前设想的也不一样 你像追风者里面 那是一个成长线 一开始男主是一个小白 什么都不懂 但是这里面顾义忠 其实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战士了 只不过他不是一个熟练的战士 所以一开始就挖下大坑 让顾义忠深陷各种各样的流言 飞鱼真的没少给他做套 所以张颂文周知飞这个角色 一开始就显得气场十足且魅力十足 到后面他初恋女友又出场 前中统第一女杀手 然后和他中统第一大叛徒 两个人之间还有各种感情和业务上的纠葛 所以挤挤下来非常的抓人 演员们演的都好 选角都非常符合角色的气质 然后演他姐姐的叶青 演他姐夫的印小天 演他爸的张峰毅 都很不错 尤其是张峰毅气场十足 当兵出身的那种感觉 真的是很难演出来的 张峰毅身上就有那股劲 然后再有就是王于文跟陈独龄 包括里面一众的配角 我感觉都是很不错的 这部剧发生的地点是在苏州 跟以往的谍战剧也不一样 以往谍战剧不是上海了 就是哈尔滨了 就是香港了 这次是发生在一个你感觉最不像会发生谍战的地方 小桥流水江南风光 所以吸引人的地方还是很多 而且这里面的镜头美学 很多地方非常漂亮 大家可以去看 好几次周知飞担人的特写拍的都非常的漂亮 昨天我不是提前看了这部剧的追剧团吗 现场他也有很多跟导演跟主演 然后跟一些专家跟编剧的一些交流 他们就说这部剧 首先明确他们说这部剧是双男主 确实是双男主 小西的戏份可能是要比张聪文老师多一些 但是张聪文这个角色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现场他们在讨论的时候 都说周知飞这个角色的复杂程度 吸引人的程度会超过高气墙 并不是说火会有高气墙 那么火过高气墙 但是这个角色的复杂程度 吸引人的地方都要比高气墙更深 所以看完四季之后 我还真有这个感觉 确实这个角色非常吸引人 而且这一次张聪文老师两条感情线 杀手前女友和现任老婆 而且我们昨天看的是第一集和第十二集 我提前给大家剧透一下 第十二集里面有张聪文老师 从影以来尺度极大的一场戏 尺度大到什么地步 玫瑰的故事里面果冻哥的那个地步 所以现场我们非常的吃惊 大家都我们在底下就聊 之前在猎兵里面跟小美蜻蜓点水线 很多朋友都大呼受不了了 这次可以怎么办呢 而且那场戏拍的不但有尺度 还特别的搞笑 真的你们记得一定要看第十二集 太精彩了 我现在都迫不及待的想去看 虽然还要等几天 当时在现场的时候 等于是跟我们播了第一集 第一集是非常紧张的武器 第十二集是非常精彩的文系 但是我在底下喊了一声 张老师这个也属于武器 大家在这笑 所以这是我线下第一次追剧 这个昨天不让说 让我一直憋到今天也很难受 但是现在可以看了 多个平台都可以看了 大家赶紧追起来 这部剧比我想象的要精彩 真的 我说实话 这个编剧 这个剧本写的是挺复杂的 你到现在你也猜不出来 这个周知飞埋下的那个暗线是谁 你也猜不出来周知飞到底是黑是白 他到底后面会怎么样 你也猜不出来曾顺熙演的这个 故意中他应该怎么脱困 所以很多线交织在一起 每个人物还都有复杂的过往 和这个交织在一起的人物关系 让这部剧还是非常抓人的 我刚才是连四集带预告片一起看了 大家也赶紧追起来吧 reading please check it out 治愈 点灯